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早前由英国返港的确诊学生 病毒基因牌罪似乎和变种新冠病毒吻合 卫生防护中心说是预期之内 一个在竹高湾检疫的女人 涉嫌去到医院急证室求诊之后 擅自离开 详细内容 行政会议就大规模接种疫苗 定立新法例框架 紧急使用疫苗 市民会在知情下接种疫苗 而食卫局也有监察机制 这个新冠疫苗是很新 研发的时间 被以往的传统疫苗大大压缩了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 在大规模的人口接种之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罕见 或者未能预见的严重不良反应 涉及到疫苗的制造商 有严重疏忽或者欺诈 或者蓄意有些不当的行为 疫苗制造商是不能提出免责的 特区政府参考了外国有关这个问题的做法 现在我们是计划成立一个保障基金 市民一旦接种疫苗后出现了罕见 或者未能预见的严重不良反应 经过医学专家评估 认为是由这个注射疫苗引起 这个保障基金就可以很快速地 为有关的市民提供经济上的支援 林郑月娥又说 与三间不同平台药厂达成协议 购买合共2,250万剂疫苗 足够全港市民注射 林郑月娥说 继统科兴和复星采购协议 政府已经与英国亚斯利康达成协议 购买750万剂和纽尊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 政府也说将会继续采购第四款新冠疫苗 市民可以透过选择时间和地点 选选注射哪一种新冠肺炎疫苗 当时可能表达得不是很清楚 所有人都认为我说了没得选择 一样东西都没得选择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说这是一个政府的接种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 政府是要按照情形 按照组群 按照环境 和疫苗抵缸的时间 就决定为市民在那个时候接种哪个疫苗 所以我们现在不预期到 我们会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接种的环境之下 会提供多个一款的疫苗 某一个接种的环境 他知道某一个疫苗正在用 他不打算去接种 他可以选择 他可以选择 他可以选择在另一个时间 另一个接种的环境 到时如果是另一个疫苗 他可以接种的另一个疫苗 所以从这个层面是有得选择的 政府说已经采购足够疫苗 给市民每人接种两剂 也正是研究推出电子板针卡 创新及科技局将会设立 电子板疫苗注射记录系统 市民可以下载接种的进度 去到手机上 系统也会记载个人病毒检测结果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记录将会可以配合网后的政策措施 这些人提及打针卡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一定会提供的 我们在未可以很清楚说到 究竟接种了疫苗之后 可以做什么事 或者可以怎么样去出行 我们都会先让市民 在接种了疫苗之后 会拥有他自己 接种了或者打了针的记录 这个是用电子进行 包括他注射了疫苗第一针 和第二针的记录 也可以用同一套系统 记录这个市民曾经做过的 病毒检测阴性的记录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电子板的检测 和疫苗注射记录 有了这个记录 如果有任何的政策措施 是与你有没有打针 你有没有检测有关 也都是有一个基础在这里 再多53人确诊新冠肺炎 47宗是本地感染 20宗源头不明 当局发现两个较早前 有英国回香港的确诊学生 他们的病毒基因排序 似乎和英国变种新冠病毒吻合 因应英国出现传播力更强的变种新冠病毒 政府早前实施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禁止英国航班来香港 以防变种病毒蔓延去到香港 卫生防护中心就说 对早前11宗输入个案进行了病毒基因排序分析 发现当中两宗个案似乎和变种新冠病毒吻合 两个患者都是由英国返港的留学生 其中一个人 今个月7日 同三个同学 乘搭国泰航空CX-25移回香港 抵港之后证实确诊 送到去伊丽莎白医院 现时仍然留意 那三个同学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已经完成14日检疫 卫生防护中心安排 他们再回到检疫中心隔离多7日 至于另一个患者 就在今个月13日 乘搭卫生航空VS-206 抵港之后 一度在亚洲博览馆接受治疗 现在已经康复出院 就要再做多些分析 这个都可能是预期之内 因为英国已经是 比如说去到比较多比例的人士 是一些带着这些病毒 如果他进来香港的个案 都应该会有一个比例的 当然最重要就是 他们都要接受检疫 或者是如果是确诊的话 就在医院那里已经隔离治疗 政府早前已经延长 英国抵港人士的检疫期 由14日增加到21日 多出来的7日 需要留在家或者私人地方 直至抵港第19或者20日 再做检测 拿到阴性结果为止 武线影视记者刘俊玉部 再多53人确诊新冠肺炎 47宗属于本地感染 当中20宗源头不明 另外有40多宗初波确诊 蓝田平田村平城楼 由于累计有多宗确诊和初步确诊 需要强制检测 初步确诊的包括联合医院 一个91岁女病人 她今个月1日因为末期病患 入住外科病房 其后转到舒缓治疗科 星期一出院回家 第二日社匡护士上门跟进的时候 发现她有轻微气速 到医院求诊之后初步确诊 两个在舒缓治疗病房 和患者同病假的病人也初步确诊 由于上门服务期间 病人有大约5分钟没戴口罩 有关护士和另外13个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 其中9个病人留院检疫 三个人已经出院交当局跟进 一个人因为自身疾病离世 当局正调查女病人受感染 和舒缓治疗病房有亲人因素探访 是否有关 三个病人他们有不同时间入院 他们也有不同的探访的安排 探访的家人人数不应该很多 可能每次都规定过一个或者两个 时间也是很短的 希望维持在少于半小时之内 目的都是希望减低 在社区带入病毒医院的情况 至于新增本地病例 再创一个月以来新低 当局再次提醒不要掉以轻心 初步确诊和今天确诊的数 好像低了一点 但都要留意本地个案的比例 没有源头的比例都颇高 比如47个本地个案都有20个 接近一半 未够一半 比例就不低 这些每个个案都可以牵发 无论是有源头没有源头 都可以牵发一些群组 甚至一些爆发 所以大家应该要小心 另外南田平田村平城楼 至今有5个单位合共8个人染疫 并且有几宗初步确诊 整座楼都要强制检测 汉城化院4座也再有人感染 累计3个单位合共5个人中招 其中两个单位同层 相识但不相熟 另外一个单位相隔十几层 同其中一个单位同座向 当局向大厦住户派发样本军做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 李入昆报道 有些人 回来回报道 来自英国高等法院 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报息 本来新闻时间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就被控欺诈和违反港区国安法 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保释 梁静思说有意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 被控欺诈罪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73岁黎智英 早前两度申请保释被拒 一并就两宗案件向高等法院再申请保释 案件由国安法指令法官李运腾处理 批准黎智英以一千万现金 和三十万人士担保保释 每个星期去到警署报道三次 同时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 期间不得会见任何外国政府官员 不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 包括在线上或者线下发表任何文章 不可以在社交媒体发表意见或者留言 不可以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的指示 控制资助之下对香港特区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 封锁或者其他敌对行动 保释期间除了警署或者法庭之外 要留在报清的住址不准外出 律政司徐迹说 有意就着黎智英的保释决定 向中审法院提出上诉 黎智英八月初被捕 同一传媒董事周达权 和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一项欺诈罪 说他们在2016到2020年隐瞒香港科技园公司 将一传媒带楼分租给力高顾问有限公司 收益期间他再被控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裁判法院总裁判官苏惠德早前说 黎智英有潜逃风险 两度拒绝他的保释 护士连事记者刘晋玉不得 一个是竹高湾检疫的女人 涉嫌去到医院急症室求诊之后 擅自离开 据了解那个25岁女人住在彩虹村 因为住的大厦有人确诊 被送到竹高湾检疫中心 卫生防护中心交代那个女人 星期二在检疫中心接受新冠病毒测试 情阴性不是确诊者 拒报清心口不舒服 第二日凌晨3点多 由厨房安排坐救护车 去北大鱼山医院急症室求诊 经医生评估 认为他适合回去检疫中心继续检疫 相关人员早上10点多 发现他失去中影 远方将个案通报卫生署和警方跟进 消息说警方曾经联络那个女人 但对方拒绝回到检疫中心 之后再没听电话 她应该是一个密切诀福者 应该是检疫到期本身是22号 但因为她有个家人 跟她在检疫中心确诊 所以她就加多了两天 所以应该是去到24号 医管局重申 市民应该遵守防疫法规 无论接受检疫 还是确诊要隔离 擅自离开都是不负责任的 就加上其实之前那位 之前在伊西西白医院逃走那位 和这位病人 都有一些法定的命令要留下 包括一些隔离令 或者检疫令 其实他们真的有需要 去遵守这些命令 也都在我们医院的范围里面 其实都要遵守我们员工 我们给她的指示 医管局说会和相关部门 检讨现时的保安安排 看看是不是有个别病人 需要加强监察 母线电视记者刘杰玲报导 D台经消息 政府策势重推介 山顶文徽道豪宅地 由九仓中标 九仓是以120亿 击败其余六个对手 成功投得地皮 作价略高过市场预期 每平方尺楼面地价 相当于46200多元 创住者官地的新高 地皮位于山顶文徽道 两年前曾经楼标 一策二之后重推 可见楼面缩小三成半 去到不够26万平方尺 提供大约240伙 看看港股收市表现 行指收报26343点 升了223点 总成交超过1291亿 欧洲股市暂时在国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6点 巴黎卡指数升24点 德国的指数升71点 继续新闻时间 警方在尖沙咀豪宅明珠 赌破非法赌场 检获超过2400万的筹码和现金 抓了16人 他们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 消息说被捕赌客包括副二代 律师和大学生 各非法赌场位于尖沙咀豪宅内 到明珠 66楼的2000尺顶层覆式单位 警方在行动中检获总额超过2400万的筹码 超过20万的现金 一张百家乐赌台和200多副啤牌 警方调查之后星期二晚采取行动 相信有人为了吸引高端赌客 几个月前以每个月超过10万元 租用单位经营赌场 下层是赌厅 上层是休息室 运作大约两个月 警方相信已经是赌破了一个 很有规模的赌博场所 上次除了一张肚桌之外 也有些电脑的显示屏 显示过去的记录 给一些赌客去参考 可观也都是穿着制服的 也是平时我们会在赌场 见到的可观的制服 墙壁上全部都是防隔音的物料制成的 被捕的亲男狗女 由20至40岁 包括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赌场负责人 一个负责在楼下把风的男人 三个女可观和11个赌客 消息说被捕的赌客包括傅二代 律师和大学生等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导 本港去年贫穷人口达到149.1万 创11年的新高 政府发表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 去年贫穷人口达到149.1万 贫穷率百分之21.4 比前年上升一个百分点 在继及纵援等行常现政策介入之后 贫穷人口仍然有109.8万 贫穷率百分之15.8 比之前一年增加近7万4千人 政府说去年受到社会事件和中美贸易双重打击 再加上人口加速高龄化 住户持续小型化 令到贫穷指标承受前所未有的上升压力 方面预测大致多云 初时有几阵雨 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 气温介乎17至22度 吹黄幻北至东北风 凌暗风世间中清境 展望圣诞至假期去到下个礼拜初 天色明朗日间和暖 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 现在是18度相对湿度百分之90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日本金测站是低至中 路边金测站是中 7点半新闻报道 日人作为